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才开卖不到三个月的iPhone 7首件叠价 不仅电信业者自砍一千元 通讯行更直接打九折卖 明月行情可以说是提早结束 其中256GB的iPhone 7甚至砍价超过5500元 降幅最为惊人 iPhone 7 9月16日在台开卖 这日台湾首列第一波开卖名单 绅士相当浩大 与以往不同的是 月过去电信上续约得等上一到两个月的经验 今年不少国粉干脆直接上网购买空间 陆续在11月入手 随着iPhone 7大量到货 空气价出现松动 4.7寸的iPhone原本价价才买得到 上周一口气折价2500到5500元 一折一指出 不少民众为了在第一时间拿到iPhone 7 先在官网下单后再向电信商办续约 拿到手机只得转卖 影信供应增加供货又充足的情况下 造成盘价下跌 因此开卖不到三个月 才会出现价格大跌的情况